大家久等了,欢迎回来,我是邓肯,踏实跃远 兜兜转转了一年,终于来到了重庆夫妻系列的最后一期节目 今天我们要讲的时间线是去年底到今年五月间 楼主遇到的更加离奇恐怖的经历 贵州老师傅把粘收到葫芦里后 楼主一身轻松还做了场直播 那个葫芦呢现在还在我家里放着的 那个葫芦师傅说过的没有什么大问题 只要放好就行 现在也不会那种出现那种莫名其妙的那种事 这会儿的他觉得生活终于回到正轨 楼主一路大大小小花了很多钱 没想到真正帮自己解决问题的贵州老师傅 居然一分钱没要 只要了楼主一个承诺 当然向大家汇报一下 邓肯也没有白条啊 前前后后以稿费的形式 也是付给了楼主四千元左右的支援费 时间来到2022年3月 工作原因楼主到成都出差 当时因为疫情啊要隔离三天 本打算一天办完事就回重庆的他耽搁了 四天后才回去 回到重庆后打开家门 楼主发现家里很乱 虽然自己拉他 但老婆很爱干净啊 家里从没这么乱过 于是给老婆打电话 因为楼主出差 老婆这几天在娘家 但老婆说楼主离开第二天 他就请人打扫了 家里不应该乱糟糟啊 听到这儿楼主就感觉到家里应该是近人了 于是他打开每一间房门检查 卧室里除了柜子被打开 其他的东西倒是没有丢 连电子产品都好好的 这贼显然不是冲着钱来的 此时正在疑惑的楼主心里咯噔一下 一股巨大的恐惧感从心底冒出 他立刻跑到地下室 打开储物间柜门 看见柜子里空空如也 此时他头中脚轻脑瓜子嗡的一声 果然那个葫芦不见了 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楼主发疯似的寻找 在家里翻了大概一个小时 确定葫芦的确不见了 楼主慢慢冷静下来 经历这么多的事 自己学会了一个原则 就是遇事少脑补 不要自己吓唬自己 楼主选择报警 不久民警来了 非常认真负责的询问情况 但因为没有财务丢失 只能暂时定性为非法入侵 随后请刑侦介入 采集了家中的指纹 查看监控录像 发现是一个穿黑色连帽夹克 黑色裤子和一双迷彩解放鞋的人 从花园翻进了楼主家 但相貌看不清 这是楼主给我的当时的视频截图 大家看至少可以确定 这是个真实的人 警方离开后 楼主一刻也不愿在这里多待 立刻开车前往闹市区 在人群中冷静下来思考 一这个贼是否是冲着葫芦去的 毕竟家里什么财物都没丢 只有地下室的葫芦不见了 二他是怎么算准这个时间的 正好卡在我去成都出差被隔离的三天 这个时候摸进来 三是人为的吗 因为过往楼主的一切恐怖经历 都没有遇到过实体 都是噩梦或者影子之类 而这次摄像头中看到的明显是个人 四如果是人会是谁 难不成是因为前段时间我的遭遇在网上公开后 有好事者来捣乱 可楼主说自己从未公开过身份 直播也没有露过脸 了解情况的那些师傅们 也没人知道他现在这个地址 倒是有个B站up主曾经说要给楼主寄礼物 要过楼主的地址 那会不会是勾手老大爷邓肯这个王八蛋 为了自己的节目能有后续 偷偷赶赴重庆 翻墙把我葫芦偷走 好让我身上继续出事 他好有素材 可是监控画面中 那个贼身影略显笨拙 和电视上邓肯那轻盈矫健的身姿大相径庭 一顿胡思乱想之后 楼主感觉又回到了几个月前那种焦头烂额 不知道这些怪事为何总缠着我 原以为自己已经跳出了轮回 可还是幼稚了 唯一能倚靠能保护自己的贵州老师傅 两个月前也去世了 无奈之下楼主思来想去也只有在求助银川那位师傅了 就是告诉楼主两个女孩 一个姓王一个姓谢对你没有恶意那位 拨通电话后楼主向银川师傅讲了最近的这些遭遇 师傅顿了一下 说半小时获联系 楼主下车吃了点东西 半小时后准时打去电话 还没等楼主开口 银川师傅就抢先说道 从卦象上看这是人为 然后又告诉楼主什么山水剑 说楼主可能有性命之威 此卦为凶卦 既也是死卦 是否让楼主赶紧去一个人多的地方暂住 如果此事最后没有结果 以后就去南京 南京火望 让楼主去南京寻求解答 挂的电话后楼主说自己心里很乱 难道又要开始流浪 又要回到之前那种日子 坐在小饭店门口 楼主最终做了决定 我不想再逃了 也不愿再逃避 我想真正的面对一次 哪怕结果我无法承受 那也要面对 如果此生一直纠结此事 那我的人生几乎就结束了 跪着生不如站着死 于是楼主给妻子打电话 让她最近就在娘家待着 别回来了 但老婆坚持要和楼主一起面对 挂断电话后 楼主来到自家的另一个住所 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 简单做了卫生 老婆岳母还有岳母的一个朋友一起来 岳母家一直是很迷信的 觉得人多洋气重 所以他们三位决定陪楼主一起住一段时间看看 不过他们四人谁也没有想到 怪事从第一天起就开始了 楼主说接下来发生的事可能会超出我们的认知 但这实实在在发生在了她的身上 晚上11点 岳母和朋友准备回房间睡觉 老婆在卧室看电视 楼主坐在沙发上抽烟刷手机 突然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楼主走过去开门 发现门外没有人 于是问老婆是否点了外卖 老婆说没有点 但她也听到了敲门声 楼主说自己还没有意识到敲门这个事 未来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困扰 几分钟后 砰砰砰三声敲门声又响了起来 楼主飞速跑到门前 开门走廊外依然空无一人 由于此前经历的事情太多 不由得让她把这和之前的遭遇 联想在了一块 难道他们又找上门来了 但李志告诉楼主 不要过多乱想 楼主关好门 坐在沙发上等这个敲门声 果然两分钟后 敲门声又响 楼主这次没有选择开门 而是任由她敲 没想到这声音特别大 感觉敲的墙壁都在震动 声音停下后 岳母和朋友也被吵醒 起来问怎么回事 楼主说敲了好几次了 开门外面根本没有人 就在此时 敲门声再次响起来 楼主当着岳母的面 把门打开 走廊外没有人 这时岳母说了几句话 走廊外的声控灯 啪 亮了 楼主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刚刚敲门声那么大 走廊外的感应灯都没亮 难不成那个声音不是敲门 而是只有我们里面的人能听到 之后那个声音又断断续续 出现了两三个小时 楼主一家人战战兢兢的度过了一晚 第二天天一亮 楼主和老婆来到物业开证明 然后去查监控 查询昨晚敲门那段时间 电梯以及车库楼道的视频 不出所料 因为时间较晚 那栋楼又是洋房 本就没几户人家 监控显示 但是昨晚没有任何人进出 楼主和老婆回家后 把结果告诉了岳母 岳母当即拿出电话 给一个所谓的师傅打了过去 由于昨晚没睡好 楼主也就没心思听岳母打电话的内容 回卧室补了一觉 好在没有做梦 灰昏沉沉了不知多久 听见客厅有人说话 楼主起身走出卧室 看见家里来了几个客人 岳母介绍 这几位又是来看事的师傅 经过之前几个月的经历 楼主对这些所谓的师傅心情非常复杂 他跟我说 他见过太多太多的师傅 不可否认真的有高人存在 但是真的太少太少 楼主说 不相信一个电话就能请到家里的师傅 会有多大的能力 不过为了敷衍 还是将昨晚敲门的事简单说了一遍 师傅听后表情没有什么变化 只见他打开一个箱子 首先拿出几板蜡烛 数量非常夸张 得有几百只 师傅让楼主把这几百只蜡烛全部点燃 楼主极不情愿 但为了一线希望还是照做了 大家看 这是楼主当时拍摄的图片 楼主用了很久才把它们点燃 家里的温度瞬间飙升 楼主此时非常担心失火 想着想着 看到师傅拿出一个转经筒 楼主心想 得 又一个藏传 由于之前见识了太多的师傅 他对这些派系基本一眼就能分清 只见师傅拿着金筒坐在沙发上不停转着 嘴里也一直在念叨着什么 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小时 结束后 师傅告诉楼主 家里有东西 但只能去感化 同时也告诉楼主 只能感化 心里千万不要有伤害对方之心 其实这种说法 楼主已经听过不下十次了 在几个月前求救之路上不知有多少师傅 告诉过他这句话 可现在呢 楼主有些不耐烦 而且火烤的家里很燥热 此时突然又有怪事发生 楼主说家里的蜡烛突然灭了一半左右 这是一个无法解释的事 也许是因为风 但家里的蜡烛分布在四处 不可能同时有风 更不可能同时熄灭那么多 只见师傅又拿出了转经筒 在家里四处走动嘴里又念着听不懂的语言 几分钟后 师傅叫楼主重新点燃蜡烛 楼主腰酸的都要蛇了 又费了好大劲把蜡烛一个一个点燃 这次没有再熄灭 直到蜡烛烧完 再没发生怪事 此时天色已晚 楼主一家一起送走了师傅 顺便在外面吃了晚饭 回到家里 家中仍然有蜡烛烧过的那种酥油味 于是他开始清理 蜡烛太多 有些燃烧后的蜡油留在了地砖上 很难清理 楼主收拾完后 忍着腰酸背痛 简单洗了洗澡 坐在沙发上继续刷手机 楼主有意无意的等待 今夜是否还有敲门声 对 他知道那家伙还会来 果然夜晚十一点 敲门声如期而至 楼主 妻子 岳母 岳母朋友一家四人来到客厅 不过 没人去开门 大家坐在沙发上 任由那个敲门声持续半个小时 这时楼主起身 捏手捏脚的走到门边 通过猫眼向外望去 外面一片漆黑 走廊的声控灯依旧没亮 仿佛这个敲门声就只有屋里的人能够听到 敲门声停止后 楼主和家人说 做个实验 自己站在门外走廊上 等一会儿敲门声出现 看看他到底是否是人为 也试验一下走廊外能否听见这声音 果然十多分钟后 敲门声又响了 此时楼主万分恐惧 一眼前的走廊虽然黑暗 但可以确定自家门前空无一人 也就是说 没有人在敲门 二这声音 走廊也能听见 楼主拍了一下手 声控灯亮了起来 楼主万分疑惑 为什么这么大的敲门声 声控灯都不亮 此时楼主直直的站在楼道中间 砰砰砰的声音 依旧在响 弹气从他的头顶一直凉到脚底 之后家人把所有的灯都打开 坐在客厅里等待 敲门声结束 经过两天的观察 楼主总结出了一个规律 这个敲门声夜晚11点左右响起 端端续续的直到凌晨4点消失 楼主依稀记得去年那些恐怖的噩梦 每次惊醒后 时间也大都是凌晨4点左右 天亮之后 楼主再次给自己现在最大的依靠 银川师傅打去电话 讲这两天搬家后出现的敲门声 师傅告诉楼主 这种事他从没听说过 当然也没办法提出什么建议 师傅也只能说了些安慰的话 来宽慰楼主 楼主告诉我 他当时内心万分苍凉 从去年开始的噩梦 到两个民国时期的少女 再到黑袍道士 从重庆到拉萨 又到青海 又从青海到贵州 兜兜转转了半个中国 最终在贵州得以解决此事 在此期间经历了太多的事情 一切的安宁在葫芦被盗走的那天又打破了 楼主说 记得他刚刚在豆瓣上求助的时候 有位网友给了他一个忠告 此事没有这么简单能解决 他会周而复始 从现在来看似乎也印证了那位网友的话 好不容易过剩了两个月好日子 又要被打破了 楼主一觉醒来已是中午 好在和去年不同 去年是一直做噩梦 现在没有噩梦了 转而变成敲门 人常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嘛 楼主说这么折磨下去 做不做亏心事都得疯掉 楼主和妻子分析 一切起因都是那个偷走葫芦的家伙 可除了录像中的身影 我们对他身份目的都一无所知 接下来的几天 更加恐怖的事情在楼主家发生了 楼主说 先是物业派人来指手 也听到了敲门声 而且物业也无法解决 之后晚上自家阳台出现了人影 报了警 敏警在阳台发现了攀爬的痕迹 而且痕迹很新 这些变本加厉的恐怖发生后 岳母劝楼主和自己回老家小县城生活 那里四周 亲戚邻里都很熟 能帮忙的人也多 可以守望相助 但楼主知道逃避不是办法 事情总要面对和解决 于是他决定留下来 没想到这晚敲门声不仅如期而至 而且越来越大比平日里要激烈很多 声音最大的时候 楼主在卧室的房门都在震动 楼主没有理会 你敲任你敲 就让他敲啊敲 在卧室里待着 大概两个多小时后 凌晨两点左右 这声音才终于停止 楼主打开卧室房门来到客厅 突然在地上看见一双折断的筷子 如大家所见就是途中这个 楼主叫来家人 家人都说这不是自己放的 这时楼主慌了 因为这说明家里刚刚进人了 楼主立刻检查家里所有的门窗 自从上次发现阳台有人后 晚上家里的窗户都是紧闭的 不可能有人扔进来这个折断的筷子 这次真的不能呆了 楼主一家四人离开这里 到酒店住 在酒店一觉醒来已经是上午十点 楼主的心情依旧笼罩在恐惧中 立刻又拨通了银川师傅的电话 师傅听说筷子出现的事后 没有任何停顿 直接问楼主家的户型 楼主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家户型 师傅沉默几秒后 让楼主马上回到家中 看家中几个方位有没有东西 楼主让家人继续待在酒店 自己独自回到住所 拨通师傅的电话 没想到按照师傅的指示 楼主在家中一共找出了19双筷子 而且都是被折断的 楼主惊慌的问这是什么意思 师傅叹了口气 这是要命了 楼主愣住了 确实家里门窗紧锁 却出现了19双折断的筷子 无法解释 之前许多师傅都说 那个东西不会要自己的命 但现在好像起变化了 楼主和还在酒店的老婆 通了一个报平安的电话 当然楼主怕他担心 没有说什么要命的事 楼主又确认了一遍 家里门窗确实紧锁 除非这个家伙会穿墙 否则不可能做到这些 之后楼主关紧大门离开 回到酒店后 楼主躺在床上 冷静下来再次分析 一这家伙到底是人还是所谓的鬼 首先葫芦被盗和敲门扔筷子 发生在两处不同的住所 这个家伙是怎么精确知道我两处地址的 难不成是跟踪 楼主不相信自己会被人跟踪那么久 而不自知 如果是鬼那倒好解释 可监控中那个画面清晰地看到 那是个实实在在的人啊 二这家伙的目的是什么 银川师傅说他要我的命 可这个家伙都能潜入我家中了 干掉我的方式有很多种 扔十九双筷子就能做到 那我也太脆弱了 三我到底何去何从 这个问题楼主无解 我想这一刻他一定无比怀念已故的贵州老师傅 这一次楼主决定抛开家人独自生活一段时间 毕竟贵州老师傅说这个家伙是冲自己来的 其次楼主也怀疑过亲人 所以这次干脆谁都不带 只信自己 第二天早上退房 妻子跟岳母回到娘家 楼主开车直接去往老军洞 习惯性地在门口供奉一百香油钱之后 来到三清店发现解签的老师傅没在 楼主又轻车熟路来到祖师店 找到了老师傅的住所 敲门后见到老师傅 这位老师傅一年前最早帮助楼主 虽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 但那时候老师傅给了楼主许多安慰和帮助 21年8月事情刚刚在网络上发酵后 许多人慕名来老军洞询问情况 楼主说这里的知情人都闭口不言 老师傅看见楼主气色很不好 楼主把这些天发生的所有的事 都说给了他 葫芦被盗莫名敲门折断的筷子 楼主不懂太多玄学的说法 所以想把这三件事串在一起 请老师傅给指点一下 老师傅听后没有说话 二人都陷入了沉默 首先打破沉默的是楼主 他问师傅 这些事在玄学上有什么说法 老师傅摇了摇头说 葫芦被盗可以确定是人为 敲门的事如果真的如你所说的一样 那就不简单了 最后那些折断的筷子 老师傅说 这应该是一个阵法 不一定是要筷子 可以是一切木属性的东西 这种阵法看似是很普通的一种放音阵 但听完楼主讲的摆放方式又完全不同 所以师傅也不太确定 这筷子具体是什么意思 听完这些后 老师傅又跟楼主聊了一个多小时 楼主向老师傅辞行 楼主说临走时 老师傅拿出一个木牌送给他 上面写着一个雷字 老师傅说这个牌子可以随身携带 因为看楼主气息很乱 所以给了他一个可以安神定型的物件 楼主要付钱 老师傅说这东西不值钱 就是最近才做的 放在三清殿前受了些香火 对你不确定有没有帮助 所以就不要给掐了 楼主再次向老师傅鞠躬败别 今夜重有糟尽风雨 楼主抱着迎接挑战的心 又从老军栋开车回到家中 到家后点了个外卖 然而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不知睡了多久 楼主迷迷糊糊的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在一片森林里 这片森林很陌生 当他准备迈步时 突然一片稀稀缩缩的声音 在向自己靠近 想向后看 却发现自己怎么也转不了身了 接着那个声音越来越大 像吃饱了打嗝那种声音 呃 不断的打嗝 呃 不断的打嗝 越逼越近 突然几声咚咚咚咚 让楼主回过神来 原来自己正在梦中 楼主紧闭双眼 努力摇头 终于让自己在梦中醒了过来 发现自己坐在沙发上 汗水浸透了衣服 此时门外咚咚咚又响了起来 但和晚上闹鬼那种不一样 啊 楼主意识到 刚刚点的外卖到了 开门拿外卖 楼主却没心情吃了 冲了个澡 换了身衣服 楼主跟我说 筷子 葫芦被盗 这些明显人为的事 他不那么害怕 反倒是噩梦 那种身临其境的噩梦 是他最畏惧的东西 楼主还告诉我 去年在贵州求助时 贵州老师傅教了他两个 迅速摆脱噩梦的办法 第一种是意识到自己在做梦之后 让自己平静下来 努力去想一些发光的东西 比如太阳 比如灯光 而第二种办法更干脆 就是大喊杀 这样就可以立马醒来 之后楼主回到书房玩电脑消磨时间 我还问了一下楼主玩的是什么 他说溺水寒 当然不是掐饭 楼主说出事前自己曾经是游戏中一个帮会的大当家 也是个名人 玩这个游戏 超过半年的人都应该认识他 玩游戏玩到天黑 楼主把白天没吃下去的外卖热了一下吃掉 随后不开电视 也不刷手机 就静静坐在沙发上 等敲门声来临 坐了两个小时左右 深夜11点多 轻轻的敲门声出现了 这声音非常微弱 不仔细听都听不出来 而且不是连续敲 是一秒钟敲一下 楼主轻声问 是拉狗 声音就停止了 楼主没有理会 继续坐在沙发上听 一分钟后 又开始敲 依旧微弱 楼主轻手轻脚的向门的方向移动 刚一走近 敲门声就停止了 楼主打开门 弄亮走廊的声控灯 走廊依旧空无一人 楼主关门 回到客厅坐在沙发上 几分钟后 咚咚咚的敲门声再次响起 这次非常响 声音大到茶几上的茶水都起了波纹 楼主立刻给物业打电话 物业人员说 别开门 等我们的人来 敲门声依旧震而欲聋 五分钟后 门外响起了第二种声音 物业人员来了 开门后 物业人员一脸惊恐 他们说 刚刚在楼下时我们就听到了很大的敲门声 直到他们来到了三楼 敲门声瞬间消失 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 接下来的内容太过离奇选环 已经超出了邓肯我个人的认知 我很难说服自己相信他是真的 所以我就简单把楼主大哥讲的话说给大家 真伪也需要大家自行判断 楼主对我说 从此之后事情闹得很大 不仅惊动了物业 还惊动了当地的警方 楼主说有一次物业人员和民警 一起陪他在家中职守 地面居然平白无故的渗出了水 而且满屋子都是水 自家是三楼 和敲门声一样都无法解释 这些都是楼主最后那段日子家中的遭遇 我刚刚说了 不是我不相信楼主 只是事情完全超出了我的认知 又没有录像报案回职之类的佐证 楼主倒是给我发了一张照片 楼主说事情越闹越大 整个小区都知道他家有问题 他就搬走了 噩梦又持续了一个月 最后最后楼主在一位师父的指点下 让他润到国外 终于今年五月 楼主说出国之后 这些事情神奇的全都好了 出国后一次噩梦和怪事都没有发生过 到今天已经四个月了 至此2022年9月 时隔一年零一个月 我们的重庆夫妻系列终于完结 楼主对我说 以后不会再写关于此事的任何事了 那么今天就是咱们的最后一切 当然楼主说最近可能回国 不知道那个时候还会不会出现那些怪事 祝福他一切顺利吧 以上就是重庆夫妻2021年7月到2022年9月的全部经历 全部内容来自于楼主的讲述 那么前面我说了里面有很多内容超出了我个人的认知 尤其是后半部分 所以还请大家以听故事的心态来看待 这里当然我不得不提一句 楼主遭遇诡异敲门这件事 我朋友上大学时还真遇到过 很多年前我就知道 上大学的时候他在学校后面的村里租房住 有一段时间一到凌晨三点就有人敲门 每次打开房门走廊空无一人 和楼主说的那种情况一模一样 后来我这哥们还叫同学来 他俩半夜不睡觉就蹲在门口等凌晨三点 果然一到三点敲门声出现了 他俩瞬间开门 门外还真的没人 这件事情当时好几个村里租房子的同学都可以作证 大家都见到 最可怕的是他放假回老家新疆 凌晨三点依旧有人敲他新疆那个家的窗户 最可怕的是那个时候他直播吃鸡 有一次晚上凌晨三点敲窗户声出现了 直播间里的观众还评论说 主播有人敲你家门非常可怕 我这几天还特意问了一下 我这哥们后来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他说他妈妈给他弄了一块开了光的玉观音 他舅妈是佛门俗家弟子 给他弄了个叫愣言咒 天天压在枕头下面 后来敲门声就没了 但是还有很多邪门的事 前前后后折磨了他三年才好 所以听到楼主跟我讲敲门那段时 我都惊了瞬间想起了我哥们这件事 还有咱们这个系列做了四集 时间跨度长大一年多 无数朋友都在催 其实跟大家解释一下 不是我脱更 是因为楼主那边好像很忙 并不是我俩一口气就把事情聊完了 而是我一言他一语的采访 有时候几句话要好几天后才能问出结果 所以对我来说这几期节目也是非常累 多谢大家的耐心等待和三连 最后最后上次干中梦那个事件的当事人 应许小姐姐跟我说 豆瓣领域区的网友看了咱们第三期节目 反响很大 我去看了一下 看到好多朋友都在讨论 在此特别感谢豆瓣领域区的朋友们 至于有朋友说这个视频太邪门 不要盯着葫芦那段看 容易招邪招阴什么的 没有必要 大家放心 咱们走出科学终归是娱乐节目 不会用什么邪门 或者特别吓人的东西 吓我大家 再次感谢大家用一年时间追耕重庆夫妻系列 感谢当事人夫妇 感谢大佬何金银 谢谢大家 我是邓肯 咱们下期见 又上来干嘛 又上来干嘛 爸爸打游戏呢 你也看不懂 看着干嘛 啊月月 你叫什么 下去 爸爸要开始了 下去下去下去 会不会 飞行 超过烫的 i know you so 手を伸ばして 一体 何をするつもり 風邪ひくの